给大家看一下咱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一款是22款的MacBook Air 然后咱们现在是来到了这个罗湖的苹果官方执行店 为什么要来这里啊 主要是因为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笔记本的屏幕实在是太装了 但是这个笔记本的屏幕 它和正常的29的笔记本屏幕它不太一样 因为它上面是有一层抗反射的收尾层 如果是你自己用酒精 可能会把那个图层给破坏掉 所以咱们现在去执行店 让他们给咱们操作一下 这是今年新开的一家苹果直行店 位于罗湖七的望向城 咱们直接进去 因为我已经是预约好的 所以进来了就直接排队 可以看到店里人非常多 工作人员正在挨个河时预约信息 并且告知工作内容不允许拍摄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苹果的官方售后给咱们已经处理好的情况了 然后它也给咱们靠谱了一下知识点 就是说这种MacBook Air的输入图层 它一般它是不会损坏的 你只要简单的拿无尘布 然后沾水直接擦拭就可以了 不需要额外的其他的什么清洁剂之类的 那反而有可能会伤害到它这个图层 然后还有就是 大家如果是日常清洁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那个键盘给擦拭一下 因为键盘上如果说沾的汇程比较多的话 它也有可能沾到这个屏幕上面 这些知识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 你后续出手这台笔记本的时候 它卖出的一个价格 咱 sah 咱 咱